大家听我的口音 能知道我是哪儿的吗 那边有好吃好喝的等着牛 酱老头就是他是一种鱼 长得好像可能是他的脸 长得像一种像老头吧 大家好 这里是百度百科 苗董新可堂 我是高伟光 今天要来聊聊我的家乡 大家听我的口音 能知道我是哪儿的吗 没错 我的家乡就是位于我国 东北边陲的黑龙江省 密山市 密山市是隶属于黑龙江省 吉西市的县吉市 在密山 除了汉族还生活着 满族 朝鲜族 回族 蒙古族 赫哲族 西伯族等 多个少数民族 要知道密山的方言除了普通话 还包括朝鲜语和蒙古语 密山南部与俄罗斯 隔心凯湖相望 位于对俄出口的黄金通道上 是国家战略定位的 沿边开发开放中心城市 东北亚区域中心城市 仅对俄合作中心城市 此外 密山还是北大黄精神的发源地 16个字就可以概括北大黄精神 那就是艰苦奔斗 演艺开拓 顾旋大直 无私奉献 这是黑龙江啃区的广大人民群众 60年来无私奉献辛苦劳作 所锤炼出来的精神 如果各位小伙伴有机会去密山 一定要去看看北大黄开发纪念博物馆 里面还有王震将军的纪念碑 一起来感受一下英雄的北大黄精神 另外 蜂蜜山也是值得一去 蜂蜜山是丸达山渔脉上 一座著名山峰 相传很多年以前 蜂蜜山也风成群 蜂蜜从岩石间缝隙流淌下来 蜂蜜山有此得 这里景色秀美 远近闻名 山顶骑石密布 回复神宫 有著名的乐附峰 五七剑 望湖松 五湛道等景观 遇到天气合适的时候 还能看到壮丽的云海景观哦 有一种小吃 相信大家 就算没吃过也见过 那就是烤冷面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烤冷面的发源地 就是蜜山 烤冷面刷上辣酱 又松又软 可以夹葱花香菜洋葱调味 还可以夹肉馅儿夹肠 夹鸡蛋等 出国酱香扑鼻 是东北极具特色的美食 听完我的星客堂 有没有想来我的互相 密山做客呢 关注百度百科 苗董星客堂 让复杂的知识更简单 我是高伟光 我在这里等你哦 关注苗董星客堂微博 还有更多精彩花絮 和签名周边等着你 首选应该就是星海湖了 因为我也去过一次 好像只去过一次 星海湖 对我的印象很深 它非常非常大 而且景色非常非常的秀美 所以我觉得到密山 是必须必去的一个地方 而且那边有好吃好喝的 等着你哦 像烤冷面是大家都知道的 还有冷面啊 还有烤串 还有一些朝鲜族的一些拌菜 还有一些朝鲜族的一些美食 都非常好吃 我记得家乡有一道菜叫做 酱老头 就是它是一种鱼 它那个那种鱼叫老头鱼 我不明白为什么 它长得好像可能是 它的脸长得像老头吧 我觉得那个鱼的肉质 非常的鲜美 我们记得小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每天早上洗 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洗头 洗完头擦干 看就不是特别干 就出去上学了 然后走没几步 就发现这个头发 都已经动得非常非常的硬结冰了 然后我就特别爱把它搬 从中间给它搬起来 就变得就是特别脆的那种感觉 特别好玩